- 抽麻主力輕鬆獲利 大家好我是陳鋒 歡迎收看台股戰略家 首先我們先聯名先講一下 贊助廠商檸檬熊的財經日常 這個圖片太經典了 外資放假過聖誕節 指數跟螃蟹一樣 橫著走那既然橫著走 那隻跟投信就來了 還有一些有關鍵券商 有神秘券商的 它就會來了 這太經典了 這顆檸檬太可愛了 所以如果外資都不回來 拜託他們也會有收價 那收價成家量就會放大 那成家放大 他們看什麼 看這碗泡麵好香啊 那12月會不會再創新高 會不會 台積電有沒有漲價 漲價會不會有人買單 會嘛 陳鋒說的嗎 不是 財報說的嘛 財報說 他們毛利第三季有51.3% 漲價了沒有 早就漲價了 沒有看到Intel坐飛機來了嗎 這件事情我要告訴大家好多遍啊 對不對 從來沒有看過臉皮這麼對不對 在美國罵一罵 然後又坐飛機來台灣告訴我們說 Please給我們慘了 所以這一碗泡麵 外資要吃下去 外資要吃下去 但是他有沒有吃了 有吃啊 好大一碗啊 台積電 兩大外資 買了6萬多張 哇 算一下 算一下 6萬多張有多少錢 那既然這麼看好台灣 這麼相信台灣 只是放個價 成交量萎縮 不要過度擔心 最重要的是 對岸在搞什麼 傻錢啊傻錢啊 開心啊 為了就是明年的GDP 今年把GDP壓低 這個跟怎麼樣 配數啊 這個也在配數啊 每一個各行各業 不管是在操作股市 還是在操縱國家的GDP 都是如此 先把你打得很爛 打得很不堪 打得呢 把那些毒瘤投機的 全部都把你清抬 然後一個乾淨的環境 再把錢 灑出去 才能夠真正的落到 有需要的你的手裡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邏輯 可是 媒體就喜歡渲染 哇 明年的 呃 中國的經濟呢 下修 那如果下修 那高盛 那 美國的這一些 華爾街的這一些 大吸血鬼 鱷魚 巨鱷 來中國幹嘛 撿垃圾啊 是不是 來中國撿這些垃圾啊 撿回家 說這個好 阿里巴巴 那個阿里巴巴被誰一直買 被巴菲特的合夥人 一直買 連買三次耶 連買三次 都低階 人家都借刀子 可是人家有穿 繁彈衣啊 他有戴頭盔啊 但這件事情是告訴我們什麼 明年的中國經濟 會很好 那既然亞太 的區域 台灣也不錯 大陸 中國 也有人 欣賞 那舉下台北股市的話 如果接下來的震盪 哪裡不能破 來 這個數字 記起來 記起來 17720 17720 17720 就這樣子 這個數字就不要破了 不要再 不要再回來了 再回來會很累啊 再回來會很累啊 所以 為什麼前面 要給大家這麼多的信心 我知道投資朋友 有一個 應該怎麼說 就是說他會比較 操作順的時候 哇 順風順水 沒有問題 自己就是股神了 但是面臨到這種 高檔的一個震盪 晃來晃去的時候 天啊 每個都出車禍 東倒西彎 很可惜 很可惜 對的也賣 錯的也賣 甚至錯的 還是一直抱著 那 報股票 我常在講 不是說不好 你知道你在報什麼嗎 你知道你在 你在期待什麼嗎 還是 這個產業 它能夠真正 給你一個報股的理由 請問有沒有 如果有 那麻煩你繼續報 如果沒有 誰來告訴你 你買的股票不對 陳鋒老師 台股站那家 甚至我的會員 可以告訴你說 陳鋒老師說 這個東西不太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買 可不可以不要買 可不可以不要買 可以嘛 可以嘛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盤的一個給你一個信心 就是要告訴你說 目前 陳鋒老師 沒有看到太多的異樣 有一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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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可能不太穩 但是能不能克服 可以嘛 用什麼克服 用錢克服 事實上沒有什麼東西 除了健康 沒有什麼東西是錢呢 沒有辦法擺平的 轉折 洗盤 隔天再大漲 這就是錢擺平的 錢擺平的 可是在下跌的時候 有哪位分析師告訴你 有哪位專家告訴你 這大盤還是沒有太大的一個疑慮 只有戰略家的陳鋒老師 只有戰略家的陳鋒老師 所以我再請你記住這個數字 17720 好 就這樣 大盤就是這樣了 你不要再一直看了 你不要再一直看了 個股呢 台積電我已經告訴你了 人家買了6萬多張 都不是要來做股東的 都是為了HPC這一塊 不是HTC HPC 高速運算 這個商機非常大 你說這不好是沒有啊 當然啊 股票沒漲 股票沒拉 對啊 你會聽到台積電新聞嗎 很少 很少 你會聽到 有人來下他訂單嗎 誰下的 高通下的 誰下的 Intel下的 那他的競爭對手 都要來給台積電下訂單了 那記一下 台積電會是今天這個價格嗎 會嗎 你思考一下 我們說會 好 那我希望你能夠把這眼光 再放遠一點 再放遠一點 就如同我們在 9月佈局的 11月佈局的中美金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中美金的展望 徐董事長說什麼 車用訂單強勁 他家的子公司 他家的子公司 蓬城他說20% 名稱率 磁公司這麼猛了 那母公司呢 我說沒有母公司更爛 很多投資朋友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一再告訴 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陳鋒呢 花了20分鐘 每天都用這樣同樣的一套邏輯 同樣的一個說法 不同的角度來告訴你 這些人說什麼 我都不相信 說實在的 那陳鋒事為什麼你還要放上來 你很納悶說 陳鋒事你說老闆的話你都不相信 你怎麼還把新聞放出來 我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是因為他們有做了一個動作 我才把這新聞放上來的 做了什麼動作 買股票 買自己家裡的股票 買自己子公司的股票 他有買嘛 說的跟做的是一樣嘛 所以他的新聞才值得被我放上來 沒有放上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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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嘛 說的都很好聽啦 公開背天爭地 結果咧 股價還在原地繞 待會我們看一下 有哪些股票 你千萬不要摸 股價都在原地打轉 所以我常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天呢 這些股票 你都已經沒有辦法在低點買進了 有沒有哪一些股票是說 他今天的一個整個價值呢 是因為政策的影響 而讓他呢下跌了 下跌了也許大概是30%到40% 但政策的再度的回歸 再度的呢 把這樣的一個氛圍呢 題材呢 吵起來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題材 可以 有原物料 原物料 我現在講原物料 我敢告訴大家 現在全部市面上 沒有人在說原物料 有的話就只有說說說塑膠而已 說塑膠 講塑膠膠而已 那跌的很低的 那當然也是一個角度啦 只是塑膠股 都沒有這些原物料呢 來的這麼的 有看頭 這麼的有看頭 這比讚 秀清楚一點 比讚 比讚喔 12月6號已經告訴大家 中鋼 什麼事我聽到好煩喔 我們不會煩啦 我們不會煩啦 我們的提前卡位佈局 怎麼會煩 怎麼會煩 你們會煩是因為 中鋼好慢喔 想要快 來戰略家 想要快來戰略家 中鋼我當然是講全職股啊 對不對 說全職 不如是台股的前鋒部隊嘛 大部隊嘛 大部隊嘛 大部隊要前進 大部隊呢 要從台南 移防到台中 這一段路 要緩緩的推進 請問一下 那有一些呢 祭兵 輕裝 上陣的 輕裝的 就騎一隻買而已 騎一隻買而已 他跑的 他跑的 跟他比這個中鋼 還快 會嘛 會嘛 那為什麼 中鋼有機會要來 中鋼有機會要來 來 這一個 再看一次這新聞 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大陸 我對政治沒有特別的一個想法 我只要 股票 漲 大漲 漲停 我只要這樣 對這個 中國大陸呢 我沒有特別想法 中國大陸好 我們當然也可以好啊 雨露均沾嘛 畢竟我們的出國大國 第一名就是什麼 中國大陸嘛 那中國大陸好 我們才可以好嘛 千萬也不要看衰中國 因為中國不好 周邊的經濟都會受到影響 包括台灣 所以 20個月來 首度的降息 我說別人都在升息 他在降息 他在降什麼 降什麼的 他就在降我剛剛說的 剛剛說的 毒瘤都清掉了 房地產呢 都給我滾出去 喜歡炒作把那個PVC 把EG 乙醇 把鐵礦石炒到天價的 我都先叫你們滾 不是我啦 習近平都叫你們先滾 清台之後呢 我們再來好好的玩 我們再來好好的把GDP弄高 就是這樣 所以低基期又有這個政策 什麼政策 撒錢嘛 那條利率是已經第二步了 第一步他有沒有施放MLF 不要講這麼多 太專業了 就是大陸版的那個量化寬鬆 大陸版的量化寬鬆 這第一步第二步 下調利率 中國經濟會不會活起來 會不會 你想一下 那如果會 我12月6號的提醒 是不是變得很有價值 是變得很有價值 6號提醒的 我們是不是走在前面 他20號就降息了 他20號才降利率 我們是走在前 走在前面提醒大家 所以任何的佈局 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在螢光幕前面的 每一次在買股票 我只給大家一個重要的觀念 提前卡位 提前卡位 再給大家一個觀念 那卡位到底要買什麼 運用上乘風的底牌技術 運用乘風的底牌技術 這兩箱是武器啊 這兩箱是武器 所以報紙一打開 這些都是滿滿的提示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11月12號 進航運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上上禮拜 進航運 全部都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過程難免有震盪 但是總的大方向是什麼 一路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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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第一次提醒 提醒就是什麼 提醒你就是我們有買嘛 提醒你就是我們有請我們的客戶買嘛 提醒你就是告訴戰略家的會員 來這個地方 陳鋒老師看好 來我們來買進 不然提醒幹嘛 提醒然後漲上去也都沒有買 沒有這回事啊 沒有這回事啊 會一直提醒的 會一直講的 當然就是我們有買嘛 不然我們老是講 我們沒買的 哇公開的 很厲害 我也可以啦 我也可以 但是 陳鋒老師一再強調 我今天當分析師 我有一個社會責任 我有一個社會責任 什麼責任 提前告訴大家 而不是像某台 漲的時候 哇這個這個這個 行情好好喔 請大家都來買喔 那結果呢 繪花 來什麼樣的股票 剛剛有說要提醒大家 什麼樣的股票 來回在原地打賺 來回在原地打賺 我們來看一下 2369 有沒有看到 這天天打廣告的 天天打廣告的 有沒有看到 這裡也打廣告 這裡也打廣告 然後呢 大漲拉高之後呢 下殺 一直在原地 一直在原地 已經原地多久了 從 從 八月 九月底 一直到現在 我們再把整個視窗 縮小一點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整個一直在盤 盤盤盤盤盤盤 跌破了一個股票箱之後呢 這就是個頭嘛 股票箱之後呢 再開始盤盤盤盤盤 再來爆量 再往下跌 就這樣一直盤一直盤 原地打賺 這廣告打得多兇啊 多兇啊 好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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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跟這個比呢 有沒有看到 人家有往上啊 人家有往上啊 跟這個呢 這裡買的 這裡買 這裡又買 人家有往上啊 有往上 有往上 那這個呢 天天打廣告 有沒有 老闆都一直 老闆自己都下海了 老闆都很努力啊 一上市呢 一上市呢 哇先 第一天啊 好棒棒啊 那第二天呢 哇 死給大家看 死給你看啊 不然你要怎樣啊 不然你要怎樣啊 我都上市了 不然你想怎樣啊 但是如果你看好記憶體 那你要趕爆 也是可以的 就是說如果 我今天講的重點是 如果你常常看著電視 看著電視的利多 看著新聞的利多 你才來布局 那我告訴你 你的成本都是落後主力太多了 你的成本都落後神秘券商太多了 你的成本都離這些神秘買家太多了 為什麼我們常常強調 我們就是需要在關鍵的時刻 來買賣股票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舉個最 我們曾經做過的 你可以去搜尋啊 用那個Google去搜尋 請問一下 3月份的時候 今年3月份 有誰在講鋼鐵股 有誰在說鋼鐵股 為什麼我們要在3月布局 為什麼在3月布局 這時候才多少塊 24塊 請問一下2028的位置 最高來到多少 60塊以上 請問一下你有做到這一波嗎 你有做到這一波嗎 我們在這裡買 在這裡賣 賺了大概2-30% 賣掉之後呢 我們又再接回來 在這裡的時候 又再接回來 再往上拉一波 當然最後這一段呢 陳寶老師沒有做到 最後這一段 我們留給更厲害的 更能夠敢去追股票的去做 這段我們沒有做到 這段我們沒有做到 但這一段 這一段我們做到 有做到 這邊買 有新聞嗎 沒有新聞嗎 這一段 我們也有做到 投資股市就是這樣 提前卡位 提前卡位 如果你沒有 這個技術 陳寶老師帶給你 陳寶老師給你 那過程爆股當然難免忐忑不安嘛 你想賺錢 大戶也想賺錢 更多的投資朋友都想賺錢 那我不趁這個時候 玩玩大家的心裡面 嚇嚇大家 恐嚇大家 每天都告訴你 八百萬人 幾萬人又中標 幾萬人又住院 你怎麼會賣股票 你怎麼會賣股票 那為什麼陳寶老師知道說 這個就是 不會賣就是不會賣 對不對 不會賣就是不會賣 沒有賣就是沒有賣 你說什麼 底牌 所以才有先機 一賣相成 一賣相成 所以今天的一個 橫向的整理 代表什麼 三聲 你說三聲無奈 不是 你要告訴自己機會來了 替自己加油 我們在盤中 陳寶老師是很開心的 又是一個機會了 盤不動就是一個機會 盤大漲 大家都知道了 有什麼好興奮的 有什麼好興奮的 對不對 有什麼好興奮的 所以如果今天 有一檔原物料 我們就看準了 中國大陸的這項政策 那一個二十多塊的股票 五塊錢的價差 五塊錢 你們除一下 不管是二十除以五 五除以二十 五塊的利潤 除以成本二十塊 還是五塊的利潤 除以成本二十五塊 你們除一下嘛 幾個percent 幾趴 幾趴 跌到怎樣 你看這邊買的人 全部都很想死啊 很想死啊 在這邊高檔的看到 哇 哇哩哩哩 這樣一下來 三十趴四十趴 但是沒有辦法 投資股市就是如此 我們不是要践踏 這些人的痛苦 我們是要讓新進來的會員 能夠享受 一個政策的利多下來之後呢 這檔股票 二十塊的或二十五塊的 它有五塊的價差 我們要的是這個五塊的價差 我們不是要這些人的痛苦 這些人如果你痛苦 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還沒有賣的 你在這邊還沒有賣的 這是日K 這是日K 不管六十分K 還是日K 如果你還沒有賣的 你還沒有賣的 那也歡迎你加入我們 為什麼 我帶你在這邊再買 好談一下 沒有辦法嘛 我沒有辦法 股票再從這裡 再拉回到原點這裡嘛 沒有辦法嘛 但是我可以減少你的損失嗎 因為不管是原無料 很多投資朋友都有啊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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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還要去買 剛剛我講的 二三六九的鈴聲嗎 還要去買 二四八一的強帽嗎 一直再來回打轉 再給你看一次 什麼叫來回打轉的 九萬十八拐 拐到你喔 出口在哪裡都不知道 有沒有看到 一直拐 每天都在怪甲子啊 架那個拐子 怎麼那麼難唸 架拐子 有沒有看到 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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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整體是向上啊 這種東西爆的也好痛苦啊 那個我也抱不太住啊 這也太恐怖了吧 要創新高了 我要去追 三天擊殺 是怎樣 是怎樣 吃飽在太陽明 有需要這樣嗎 緩緩的來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都已經大漲了 都已經大漲了 緩一下就好了嘛 你幹嘛殺個三根四根呢 又再回擊線 你是在 替各位報不平 對不對 我看我們的聯發科 都不講了啦 為什麼不講 趨勢沒有變要幹嘛講 我們在這裡買的啦 什麼時候買的 在這裡買的啦 在這裡買的啦 這一天啊 十一月九號啦 趨勢有改變嗎 當然也是有上下下 我在十一月二十八號 怎麼告訴大家的 聯發科就是會來拉嘛 就是會來拉嘛 就是會來動嘛 怎麼告訴大家的 所以接下來 不用看了 你不用看了 你也不要再看了 你看不出的所以然 你看不出的所以然 沈默老師不是 不是在貶低你 沈默老師是告訴你 這裡的盤是很複雜的 但是再怎麼複雜 我幫你濃縮 找出有價值的 找出呢 物美價值的股票 50%或者5塊 20塊的25塊的5塊 或者是50%的股票 帶你一起做 這個PCB的 我們還是在鎖定 還沒有出手 還沒有出手 也許不會出手 各位不一定要出手嘛 也許不會嘛 看到更好的 我們可以換嘛 不需要 這個就一定是這個嘛 操作要有彈性嘛 所以歡迎跟上 沈默老師的腳步 歡迎跟上 戰略家的一個腳步 用手碼看底牌 抓出火箭標股 還沒有加入我的Lite 加入 你就能夠加入我們 戰略家的一個 加入成員 就是這樣 加入Lite 或者是加入TG 同樣的 你都可以讓 沈默老師 手把手的 帶你一起來操作 台北股市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明天下午同學時間 台股戰略家 我們再會 拜拜 本公司以望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是有所謂的 那些 我們會不在財務